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粤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商人组从前十字人带受伤中奋力回归 参加世界曲棍球超级六人才 纪念过灯、桥、餐厅老板、建美选手和演员 过度扩大的信贷无法无限延续 不会没有后果为Tiff Macon辩护 以及其他12月30日的读者来信 我在一夜之间损失了32万英镑 在2024年,我需要认真对待金钱 报料之战 加纳严厉的印花面临中国的新竞争 请大家收看 香港商人组从前十字人带受伤中奋力回归 参加世界曲棍球超级六人才 南话早报 扎家恩和胡佳瑜在康复后重返香港女子曲棍球队 参加世界曲棍球超级六人才 这两位球员在2022年同一天内都遭受了 十字人带撕裂的伤病 并对重返国际比赛感到紧张 扎家恩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 直到上个月才回归球场 虽然六人制曲棍球将在2028年首次亮相奥运会 但扎家恩和胡佳瑜这两位都是防守球员 更喜欢传统版本的比赛 他们从六人制比赛中学到的技巧 可以应用于十人制比赛中 纪念郭登、乔、餐厅老板、建美选手和演员 加拿大CBC 93岁的中家华裔餐厅老板高登、乔、 Gordon Joe、去世了 他以勤奋工作和对建美、武术和演戏的热情而闻名 乔在申思科社省拥有几家餐厅 人们记得他对工作和家庭的奉献精神 他还为中国人投税的道歉辩护 该税收了资料移民加拿大 许多前雇员和顾客表示哀悼 并将乔描述为一个善良而勤奋的人 过度扩大的信贷无法无限延续 不会没有后果为Tiff Macklin辩护 以及其他12月30日的读者来信 加拿大环球邮报 环球邮报 最近刊登了一系列读者来信 涉及各种话题 一位读者赞扬加拿大银行行长帝夫 麦克伦 Tiff Macklin 为了防止障1980年那样的信贷危机 再次发生所造的努力 另一位读者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因工作场所退休金消失和生活成本上升 而被逼工作表示担忧 几位读者讨论了维修权的重要性 以及计划性陈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一位读者分享了他们对一个设计成 无法修理的故障电热水壶的沮丧 另一位读者批评富有的捐助者 因为提出的税收变革而考虑捐款较少 认为真正的慈善家在进行慈善捐款时 不会考虑税收影响 最后 一位读者赞扬了一位战争老兵的负民 并呼吁更多英雄故事在学校中发表和教授 我在一夜之间损失了32万英镑 在2024年 我需要认真对待金钱 英国每日电信 本文的作者讨论了他一生忠于金钱的问题 以及改善自己财务状况的旅程 他分享了由于投资失败和加密货币诈骗 而损失了大量金钱的经历 因此 他不得不卖掉家中的房子 搬到一个较小的房子 为了改变自己与金钱的关系 他参加了财务自由峰会 在哪里他了解到金钱心理学和心态的重要性 他也开始在生活中做出改变 比喻缩小住所 追踪开支和尋找节省金钱的交易 作者最后表达了对更好的财务未来 和成为成功的交易员和房地产投资者的希望 作者的经历突显了许多人在金钱管理方面 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对自己的财务损失负责 在整篇文章中 他展示了学习和改变 以改善自己财务状况的意愿 通过参加财务自由峰会 并寻找资源来教育自己 他正在潮着与金钱建立更健康的关系 迈出步伐 作者的故事还强调了心态和信念 在金钱方面的重要性 他意识到他对金钱的负面信念和行为 模式导致了他的财务困难 通过挑战这些信念并拥抱更积极的心态 他希望能吸引财富和财务成功 总的来说 本文提醒我们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 需要自我反省 教育和行为改变 作者为发展与金钱建立更健康关系的旅程提供了启示 对于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人来说是一种鼓舞 布料之战 加纳严厉的印花面临中国的新竞争 半岛电视台 加纳经济已经陷入困境 而COVID-19疫情更是给他带来了重大打击 根据阿克拉马科拉市场的绩品商 Fide Eboe所说 这种衰退迫使许多救物者选择便宜的 质量较差的中国制仿制非洲纳印花布 而不是原装的奢侈品牌 后者的价格可能高达每码200美元 Eboe表示 中国的布料质量通常很好 洗后颜色不会退色 而且设计越来越时尚 非洲最受欢迎的纳印花布製造商 Felisco的首席执行官Pair Eustin表示 尽管面临偽造者的竞争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变和非洲的战争 他的公司计划在未来一个世纪继续存在 然而 由于缺乏基础设施 政府政策和本地棉花的供应不足 许多本地品牌已经失败 使得Felisco成为主导者 该品牌的指公司GTP和Univax在当地生产 但Felisco本身没有立即将生产从荷兰转移到非洲的计划 没有其他工作 菲律宾贫困的殖民根源 纽约时报 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遗产继续影响着菲律宾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制造业仅占全国经济的百分之十七 而中国则为百分之二十八 尽管东亚和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 菲律宾仍然严重依赖农业 使数千万无地农民 以受控制种植园的富裕家族的威胁 此外 美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 使与殖民当局合作的家族 掌握了土地并主导政治领域 制造业的短缺和土地的分配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这个拥有世界上最肥欲土壤的国家 饥饿和贫困问题严重 正式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相比 菲律宾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因为美国不希望在战后 对其盟友进行经济惩罚 例如 日本在移战后被逼实施土地改革 与周边经济体不同 菲律宾的强大家族缺乏创新的动力 土地重新分配并未产生对 冒险和实验的压力 菲律宾缺乏制造业和土地分配 不均的情况解释了 为什么近200万菲律宾人在海外工作 并寄回急需的汇款 该国的殖民历史也看在富裕的洛伦佐家族的权力上 他们控制着罗的洛 萨曼工作的种植员 萨曼被家族解雇 然后以25%的薪水重新被拼为成包装 蓝球主管称赞香港市举办 世界级赛事的地方 南话早报 国际蓝球总会 FIBA 对于香港能够举办世界级赛事表示赞赏 并确认该城市将于4月举办 三个3X3奥运资格赛中的第一个 由于担心财务损失 香港最初曾退出主办该赛事 但现在被选为以色列的替代地点 因为以色列由于加沙地大的冲突 无法举办该赛事 在香港男子和女子比赛中获胜的队伍 将获得7月巴黎奥运的资格 中国、美国、塞尔维亚和法国 已经为他们的队伍确保了奥运的名额 2024年对亚洲风险投资公司来说 将会是一个更好的年份 但进步不会太大 日经亚洲 2023年 风险投资、VC、行业因地缘政治紧张 经济挑战和有限的退出机会 而经历了困难的一年 亚太地区的初创企业 一直受到VC投资者的青睐 因其快速增长和庞大的市场 但今年囚集的资金比2022年减少了40% 总囚集金额为865亿美元 低于2022年的1419亿美元和2021年的2214亿美元 虽然预计2024年亚洲的VC投资情况会稍微好转 但不确定性和谨慎仍然存在 美国仍然是最大的VC市场 尽管今年囚集的资金下降了30% 然而 地缘政治紧张和战争意味着 大部分VC资本将投资于国内而非国外 这对亚洲来说可能视为消息 因为美国资本在该地区的VC生态系统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预计美国对亚洲的投资也将受到 2024年总统选举的影响 如果民主党人桥 拜登再次当选 预计对中国采取更宽松的态度 而共和党总统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美中紧张关系和中国经济放缓 已经导致外国VC投资者 在其他市场寻求机会 如日本、印度和越南 香港老板安德森看好 年轻且渴望成功的人才 期待未来充满挑战 南华早报 香港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若恩 安德森为下个月在卡塔尔举行的 亚洲杯选择了一支 年轻且渴望成功的球队 在选出的25名球员中 有10名球员在9月的亚运会上参赛 还有3名最近入籍的30多岁球员 和3名经验丰富的球员也被纳入其中 安德森表示 他的选择是为了未来的建设 并希望避免依赖年长的球员 香港将在比赛前与中国 塔吉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进行比赛 中国并救活动有望反弹 但2024年将不会像往常一样 南华早报 预计中国的并救市场将在2024年出现复苏 该市场近年来活动有所下降 该市场对跨国企业仍然具有吸引力 但需要一些催化剂来重新点燃交易活动 根据Refermented的数据 2023年上半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交易占比为41% 总价值为3010亿美元 然而 这是交易量9年来的最低点 也是连续第三年交易量下降 中美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 预计将成为入境并救活动的主要因素 对中国的并救仍然存在兴趣 但跨国企业往往更加谨慎 专注于技术和环境等性质较不敏感的行业 需要一些强大且高调的交易来提振信心 吸引更多的交易在2024年 印尼的印度尼西亚电讯公司 IndoSat 追求从电讯公司转型为科技公司 日经亚洲 印尼第二大无线通讯供应商IndoSat Odo Hutchison政治力于数位服务 以其成为一家更广泛的科技公司 为了吸引商业合作伙伴 该公司在雅加达开设了 Marvel Experience Center 展示了与Google和Ericsson等公司 合作开发的系统 IndoSat自2021年起与Google合作进行云计算 并于今年2月与C4系统合作 开发智慧城市的物联网技术 该公司还在9月宣布与中国移动合作 涉及数据中心等领域 香港首次公开募股 IPO在2023年的悲惨表现之后 2024年将会有什么等待我们呢? 南华早报 根据Refinity的数据 香港的IPO市场在2023年表现不介 IPO总价值下降了53.5% 至20年来的最低点59亿美元 共有68家上市公司 CJLD集团的首席财务官 黄联波表示 尽管筹资压下滑 香港的潜力依然不减 根据Refinity的数据 香港在全球IPO排名中排名第8 这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低排名 去年香港有144家IPO 筹集了400亿美元 香港在排名上落后于 深圳的创业版 上海的科创版 美国的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 印度的万卖证券交易所和国家证券交易所 但超过了亚布达比证券交易所 印尼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 亚洲市场除了中国外 房地产压力正在酝酿中 彭博社 不断上升的利率和监管审查 引发了韩国、越南和香港等 亚洲经济体的建筑商和债权人的担忧 在韩国、中国之后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压力 房价下跌了25年来最多 该国高水平的消费者债务和资产 负债表负担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疲怨 在越南 房地产行业受到供应过剩和公司 债券发行问题的影响 然而 监管干预和降息已经减缓了下行螺旋 在香港 房价已经降至近7年来的最低点 办公留和零售空间的收入也有所下降 开发商被逼大幅降低房价 在澳大利亚 澳洲储备银行的收紧周期引发了 对家庭应对较高利率能力的担忧 由于许多固定利率抵押贷款 将转换为较高的浮动利率 人们担心家庭面临金融压力 数十亿花得值得吗? 香港公共资金用于追求体育金牌的努力 南话早报 根据南话早报的报道 香港政府在过去十年中至少花费了74亿港元 945万美元支持运动员 这些资金由香港体育学院管理 该组织因缺乏透明度而受到批评 目前不清楚有多少运动员获得政府支持 但一些运动员每月可获得高达五万港元的补助金 南话早报 表示 至2005年以来 每届奥运会后都会对体育资金制度进行审查 但资金的标准自那时以来基本上没有改变 香港政府的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拒绝透露资金标准是否仍然合适 香港的体育委员会议将所有A级 A级和B级体育项目的地位延长至2025年3月 由于新冠疫情限制和国际旅行禁令 一些运动员无法参加国际比赛 十年过去了 香港减废的宏大计划实际上取得了什么成就? 南话早报评论版 根据年度废物报告 香港在回收目标方面落后 去年的回收率仅为32% 目标为55% 而每人每天的城市固体费物量为1.51公斤 目标为0.8公斤 政府于十多年前推出的 可持续资源利用蓝图2013至2022 包括基础设施、政策和法规 以及费物收费和生产者责任计划 然而 这些计划都未被实施 对中国的出口 游泳保石、錦理暂停 日经亚洲 日本养鱼热面临挫折 对中国出口日本錦理的行为已被叫停 这项禁令是由于中国当局未明确解释 授权养鱼场的出口许可证到其所致 新息怨的养鱼场 现在正将销售重点转向欧洲、东南亚和其他地区 然而 养殖业者仍希望能够恢复对中国市场的出口 该市场曾占日本錦理出口的约20% 香港的稳定币规定对于Tetherwall USDC来说章是极具挑战性 南话早报 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 香港对稳定币的提议规定既令人鼓舞又令人担忧 该提议的规范包括最低实收资本要求至少为2500万港元 320万美元 并且不允许未经许可的公司向公众销售稳定币 专家表示 这一框架对稳定币发行者来说将很难满足 并可能阻止全球发行者向香港公众提供他们的币种 根据该提议 稳定币发行者需要在实施监管的三个月内申请许可证 日本餐厅集团WATOMI将收购新加坡的Leader Food 日经亚洲 日本餐厅经营者WATOMI将以920万新加坡员 690万美元收购新加坡的Leader Food 及其两家相关公司 这是WATOMI首次海外收购 Leader Food进口牛肉和海鲜到新加坡 并且还加工和运送食物级中国餐厅 WATOMI计划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将Leader Food的销售渠道扩展到提供日本和西方美食的餐厅 这次收购将增强WATOMI在亚洲的采购能力 在压力时刻要记住的香港号码 南话早报评论版 香港在假期期间推出了一个24小时热线 为那些在心理健康问题上苦苦挣扎的人提供辅导支持 这个由政府支持的热线可以通过拨打18111来联系 自从星期三开始运作以来 已经接到了大量的来电 该服务协调了来自20多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服务 可能提供特定服务的即时转介和跟进 预计这个热线每天将处理300到400个来电 并且是解决香港心理健康问题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这些问题在几个月的反政府抗疫和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下变得更加严重 不是高科技汉堡 美国快餐巨头如何在中国大幅增加投资 悉尼先驱神报 尽管中国与其西方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但外国对中国快餐业的投资仍在增长 包括肯德基、麦当劳和星巴克在内的 美国主要快餐连锁店正在扩大在中国的业务 吸引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 肯德基的母公司最近在中国开设了第一万家餐厅 并计划到2026年在中国有达到一半人口的店铺 同样,麦当劳计划在未来4年内在中国开设3500家新店 而星巴克尔在中国东部投资了2.2亿美元建立一个制造和分销设施 在许多美国公司因担忧安全控制和保护主义 而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点或将收益遣返的同时 对消费品的投资却在增加 然而,今年中国的外国投资整体下降 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的正外国直接投资亏损达到118亿美元 中国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43%成员报告 称中国的商业环境在过去一年中恶化 21%的成员在中国投资的资源减少 哇!大家好呀!我是来自六道世界的陆博士 每一次都带给大家最新的资讯和观点 今次的新闻有很多不同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啦 首先,我们讲一下泽家恩和胡佳瑜 在十字人带受伤后的回归 他们两位是香港曲棍球队的球员 之前同一日内都受伤了十字人带 但是他们经过努力康复 现在参加了世界曲棍球超级六人赛 虽然他们更喜欢传统版本的比赛 但他们两位都是很优秀的防守球员 所以在六人赛比赛中学到的技巧 可以应用在十人赛比赛中 然后我们讲加纳的印花布和中国的竞争 加纳经济最近有点困难 加上COVID-19疫情的打击 令到很多人选择买中国制的 仿制非洲纳印花布 而不是加纳的原装奢侈品牌 中国的布料质量很好 而且设计越来越时尚 所以加纳的纳印花布製造商 要面对很大的竞争压力 再来就是菲律宾的贫困问题 菲律宾的贫困问题 和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遗产有关 菲律宾仍然很依赖农业 而不是工业 令到很多牧地农民受到赋予家族的威胁 和美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 令到合作的家族掌握土地和主导政治 这些问题令到菲律宾饥饿和贫困问题严重 我们再讲反着香港的足球和IPO市场 香港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 选择了一支年轻而渴望成功的队伍参加亚洲杯 而香港IPO市场在2023年的表现不太好 它的IPO总价值下跌了53.5% 不过,很多人都相信香港依然有潜力 可以在未来的IP市场有所表现 最后,我们想想稳定币和外国对中国的投资 香港对稳定币的规定对发行者来临会有些挑战 可能会阻止全球发行者向香港公众提供稳定币 而外国对中国快餐业的投资仍然是增长线 美国主要的快餐连锁店都在中国扩大业务 吸引中国的消费市场 那,这些是我们今次的新闻总结了 你有什么想法呢? 有没有新闻特别吸引你? 快点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和提问吧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致富、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致富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指示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